给一条建国高架旁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过去这里的房价每平都有80多万的水准 不过现在像大安国宅已经看到了六字头 过去被认为机能很好的公园周边住宅有绿地加持 房价总是高高在上 如今也撑不下去跟两年前比全面叠价 不久大安森林公园附近房价下滑 叠最多的就是大安区的富阳生态公园宅 叠幅超过一成 北投温泉清水公园跟天母运动公园都跌近百分之十 几乎能看到五字头甚至四字头就能买到 是因为量缩的关系 那整个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 整个房价的下跌 事实上公园附近也是会有影响的 2013年至今整体房价平均下跌百分之十四 公园宅最多跌百分之十二 看起来是相对抗跌 不过豪宅可没那么幸运 位在松江路上这栋大楼外观相当气派 过去一瓶都上百万起跳 但因为房屋税过重 吓坏不少买家 如今最后一户以总价1.12亿元卖出 算下来一瓶94.3万 创该社区新低价 过去这栋豪宅最高一瓶131万 如今却跌破百万 跌幅近三成 因为沉重的房屋税压垮豪宅市场 连一般住宅买期下滑 最夯公园宅也难逃幸免 价跌量缩也再度验证房市不景气 三立社的小红超 邱子玲台北报导 好 这个社会交奖来